经常会收到小伙伴留言,询问餐饮经营怎样才能尽快归本,餐饮投资确实是这两年的热点,也看了小伙伴们提出的问题,但投资类的建议,不敢就问极顿问题,毕竟涉及到投资的事情,谨慎一些还是比较好的。 不过,在我们决定投资餐饮,之前是要思考清楚三大问题,正文贡,2412字,预计阅读时间,7分钟,01要投入多少预算在该餐饮项目上,做餐饮经营,测算投资金额是所有工作开始的第一步。 现在市场中有很多餐饮品类,如酸菜鱼,潮汕牛肉火锅,烤肉等等,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投资额进行细化项目,下面我们就以烤肉类餐饮项目为力进行分析,餐饮项目有哪些类目需要投入,每个月需要多少营业额,才能达到盈亏平衡,要达到营业额,房租,座位数,翻开率达到多少才合适。 下图为某烤兽类品牌在郑州市场,对加盲商的投资要求,品牌方招商不给到的投资金额差不多达到了200万,那么三年的时间,我们需要多少营业额才能达到盈亏平衡,招商不给到的要求已显示投资额200万,合同期三年,餐厅年纪300平,那么加盲合约是三年的情况下,我们需要在一年半左右收回成本。 否则投资回报的比不高,我们知道投资额预计回收时间等于现金流,即200万18个月等于11.11万每月,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每个月11.11万的净利率,才可能在一年半收回200万的投资。 要获得每个月11.11万的净利率,每月需要达到多少营业额,通常现金流要占到日常营业额的15%比较健康,管理水平高,经营状况好的可以达到20%, 我们在一通常水平里计算,需求现金流现金流占比等于需求营业额,即11.11万15%等于74万。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每个月营业额达到74万,才能在一年半收回200万的投资。 要实现这样的营业额,要有多少客户来消费才能满足条件呢? 需求营业额人均消费等于需求客流量,即74万元80元,每人等于9250人月。 平均到每天就是,9250人,30日等于308人月,也就是说,308个客户来门店消费才能满足条件。 那么问题来了,怎样才能每天吸引308个客户来消费? 品牌方指引的门店,能每天吸引300个人左右来消费? 这个需要对门店周围的人流量进行测算,计算捕捉率,确定来店人数是否能满足需求,要达到74万月的营业额,房租,座位数,翻盘率达到多少才合适。 需求租金月等于需求现金流行租金比例,即74万百分之15,等于11.1万。 那么我们需要租11.130天300平等于122元每天每平方的物业,而这种房子至少是市中心CBD或者高端Shopping某的场地了。 而在座位数方面,我们需要106个座位,座位率等于兼约面积新使用率,新前停占比单个座位面积,即300平方80星期151.7平方等于106个座位。 零二投的这些钱,什么时候能赚回来? 餐饮经营的最终目的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引力。 但传的的营业额高并不代表有经营水平,利润高,投资回报率高,等那才叫真功夫。 作为投资者首先要计算出产业店的盈亏平衡点,其实盈亏平衡点的计算很简单,利润等于营业额成本费用税金, 整数就有利润,负数就是亏损,如果值贫了那就刚好盈亏平衡。 所以,营业额我们要最大可能的往高了左,成本费用要尽可能的压缩控制。 简单的说,就是能吃的就叫成本,营业额成本以后的数字再除以营业额得出的百分比, 就是我们常说的毛利,一般餐饮的毛利是百分之五十,就是常说的对半利。 如,毛利是百分之五十,成本一个月三万,那么费用只需要控制在三万就不亏损。 月保本营业额就是六万元,日保本营业就是两千元。 当然,火锅类餐饮以及高薪级酒店的毛利可达到百分之六十,才高就有点宰客了。 如果低约百分之四十五,厨师长就该开除了一般成本总负责是厨师长。 知道怎么算投资和汇报,那么怎么才能知道餐饮店的盈亏平衡点? 餐饮投资的盈亏平衡点是指自餐饮店开始经营,做多少营业额才能不亏? 计算方式可以按月计算,也可以按日计算,即,盈亏平衡点等于房租成本加人工成本加能源成本加杂项毛利率。 据例,房租2000,人工2万,能源4000,早上3500,合计等于47500,约盈亏平衡点等于47500除以60等于8万,按30天初算,至盈亏平衡点等于8万除以30,等于2667,也就是说每天做到2667元即可盈亏直平。 但投资的目的为了盈利,所以时间和精力的重心,还是应当放在开源。 当然,餐饮市场上也有投入几万元,保证三五个月回本的加盟宣传。 作为项目投资的话一定要慎重,尤其是对初次进入餐饮的投资者来说,一定要记住任何项目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。 -300平经营预算,03在日常经营中如何有效的管控成本,以前餐厅毛利低于50%,那是没钱赚,现在盈利的店只有20%,利润空间的压缩凸显了成本压力,胜成本成为大家一门重要的功课。 但是,如果省了不该省的成本控制的错误,就等着哭吧。 在房租、人工、材料等等的压力之下,学会怎么抠门,也是餐饮投资者思考的问题,但明明没有要求控制成本的时候,生意还不错了,制定了方案生意反而不好了。 制定科学的成本控制制标,以及有效的降低成本的最佳方法,具体是八种日常经营开支管理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之前的文章。 控制餐饮制造经营费用的18个办法,与时观点,餐饮投资就像是件房子一样,一点一滴都需要庆祝心血,房子有大有小,但大的架构和内容都是相同的,不同之处在于成本。 无论做什么品类的餐饮投资,先做功课,再做成本预算,然后控制成本,都是必不可少的。 项目的创建还是要以投资者现有的资金为基础,必须在自己能承受的资金限度耐对餐厅的规模,当次进行严格控制,尽量避免资金和前期筹备时间的浪费。 当然,如果你的资金比较雄厚,可以在筹备期就制定号照长远的经营战略,以期获得更丰厚的利润。 ID,品牌玩家解析现代品牌,传播营销知识,本篇作者语须可以言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